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照聚焦 23号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 在很多媒体都是头半头条 英国的美日电讯纽约邮报福克斯 那里面的故事就是奥巴马下场 奥巴马下场是指奥巴马在过去的事件里 连续帮助这个贺锦丽两个人 就是他的副总统 在亲自下场做出长篇的演讲 作为助阵 但是在助阵的过程中 给我的体会也是奥巴马把对方给取代 奥巴马把对方给取代本身 给我的感觉也是 他希望奥巴马的政策能够延续下来 我个人以为可能奥巴马没有意识到会出这种问题 昨天那个场面呢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在这个 X场是指西拉里的西拉里 是指哈里斯的这个副手 在竞选现场 在在密西根 可能在底特律 那但是呢 他在报道当中说是在贺锦丽的现场 也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同时在同一个场 就是都在底特律 争取密西根 因为底特律汽车城呢 这是原来的深蓝州 那后来在川普的冲击下呢 就给他变成了 变成了一个一个关键争议州 所以实际就是在密西根州呢 川普在2016年的时候赢了 赢了希拉里 因为希拉里很不服气的 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拜登又绑回来了 所以就中间的差距很小 争议的地方 当时选票争议的地方就在底特律 而且出现了当时的这个 大底特律地区的这个竞选委员会呢 两个人 两个委员是共和党人 甚至在这个就是选票的结果上拒 拒绝签字 当时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冲突 然后又遭到了威胁 就是很多具体的故事在那发生 那等到2024年 就成为了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了 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呢 它透显出一个背景环境 那也就 因为底特律大概 整个密西根大概12张选票 10张 12张选举人票 还是10张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个场面 那而这个 而奥巴马昨天在他的演讲当中 就直接直接点名 开始攻击川普 那直接点名攻击川普 甚至很多话用的呢 就非常的 就就就 原来那种 比如说彬彬有礼啊 对吧 很很娓娓到来啊 就不太是了 就变成了 就是川普啥都不是啊 都是我奥巴马的 川普的 在四年的 这个经济的辉煌 实际是我 奥巴马的经济的辉煌 那川普只不过是简绕 昨天 这是他基本的原话 是我奥巴马的成功 而不是他川普的成功 所以奥巴马的成功 促成了川普 那四年的成功 那也就变成变相 让他承认 川普那四年是成功的 如果你这么去讲话 那这四年 那拜登的这四年 不就变相 有着失败的程度在里面 所以在 在以精英作为角度 特别是一旦去 攻击别人 攻击他人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他缺少连贯性 他就会针对一件事情 就是和盘都 hold in 和盘去攻击 在攻击的时候 他就忘去了 在时间的背景之下的 他攻击点的之前 和攻击点之后 他在发生的事情 那奥巴马也不过如此 所以他 他昨天就明确讲说 川普的成功 其实是我奥巴马的成功 那这个话 在我个人的角度里 听起来的 就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 不是你在竞选总统 是另外 对吧 那哈里斯 这个贺锦丽 在竞选总统 所以这就是 这是故事 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那川普 川普 结果 隔空 就 川普在北坎 我不知道是不是 川普知道了 然后川普 隔空就骂了 老巴马是混蛋 说这个混蛋 纯粹就是 对国家的分裂 祖国的分裂 都是他干的 所以昨天就出现了 这么个场面 他说 川普就说 我看过 我看过他的一些 就最近这几天的参加演讲 参加的这个助选 纯粹就是混蛋 纯粹就是分裂美国 纯粹就是胡来 纯粹就是这个拿大 那川普就毫不示弱的 其实双方在等同的时间 出现了故事 同时川普就抨击了 我们看到这边 这边一个人 那这边这个人呢 是个 获得过12次 爱美奖的一个 一个说唱歌手 他就是底特律的 所以他呢 就是 他是恨川普 明确讲 他是 非常憎恨川普 那这样的话 就 奥巴马把他请来 站台 那那那当然他请来 作为一个 一个歌手来讲 他自然就会 有他的影响力 在这个背景之下 川普就 这个奥巴马就 即兴唱了一首歌 就是叫什么 失去自己 Lews by S 2001年的一首歌 那我们不知道 但可那首歌本身是他的 他就用同样 奥巴马用说唱的方式 去在现场 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那这种事情 就这种做法 一般是奥巴马特征 所以奥巴马在讲述了 在当初对比的时候 就把他对比成 像好莱坞啊 似乎都不如如何如何 那 但是整个 整个环境背景呢 奥巴马是比较拼力 拼其权力 所以川普就嘲讽他 说你已经精疲力尽了 你没啥有时候可诈 所以这就是 在时间点上 我跟大家分享的意思 就是双方的竞争 距离昨天 如果按照昨天算 对不起 距离美国大选 正好14天 正好14天 奥巴马的出现 跟直接抨击川普 就变成了 这就是这件事情 大选这件事情的 真正的背后的老板 就真正的 大家就face to face 对不对 不是贺锦丽在竞选 实际上奥巴马在竞选 那川普呢 是川普自己在竞选 这样的话就变成 face to face 所以so far到目前 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 十月惊奇 那奥巴马出现 就变成了 就是最后的拼手 这个 这是蛮有趣 蛮有趣的故事 这基本上 我跟大家介绍全了 这是来自于 纽约邮报的 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标题 大家其实就能够 品味到其中了 你是个真正的混蛋 川普就在 在底特律 哈里斯的集会上 那语叫艾米纳姆 艾米纳姆就这个唱歌的 在说唱之后 川普直接就骂了 这个直接就骂了奥巴马 你真是个混蛋 那另外一个呢 这种词一般都是到了 到了一定程度 他才会这么算 这是刚刚 OK 同样是这个故事 那刚才他一直在 在我做节目的时候 他一直在头版头条 他就同样引用 就是说 川普的反应 当奥巴马 跟这个叫艾米纳姆 在stage上 在参加这个rally的时候 刚才呢 他就直接用了 你真是个混蛋 所以当他下到副版的时候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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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美日电讯 就变成了 一种含蓄的说法 所以都透显出 昨天是一个 很特别的时间 双方呢 就变成了竭尽权力 确实奥巴马 有着一种生死历劫 就是 他对前途有着一种 他尽他可能吧 但是呢 对未来前途的 整个的担忧 都在其中 这是能够看出来 这个成分在里头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